1 2 3 凡泰口罩公司今天在彰化秀水箱工厂前举办异卖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购买做爱心 现在我们就一起到现场看看吧 总公司设在台中市的凡泰口罩公司 2020年10月25号上午在彰化县秀水箱的工厂前广场 举办口罩工艺异卖活动 凡泰公司准备了10万片医用口罩 以一代五合250个1000块的促销价 义卖所得加上凡泰公司自己的捐款 预定将新台币40万元捐给秀水箱地方的弱势团体 基本上我们凡泰是在秀水 彰化秀水这边在地的口罩生产商 那最要利用这一次义卖的活动 我们的主题是公益 大家一起做公益 那这次的公益我们准备了义卖10万片的口罩 总金额40万元 那将会将所有的义卖的所得 捐给脏化秀水当地的低收入户的百姓 那希望可以传达我们这份的爱局 虽然义卖的时间预定是10点到12点 但是因为一下子就涌进大批的人潮 有人从8、9点就来排队 凡泰公司还派出10多名义工来指挥交通 10点一开卖不到一个小时口罩就卖光了 没有口罩 没有口罩啊 没有口罩啊 跟白啊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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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凡泰口罩的义卖活动当中 秀水香带会主席蒋献中 彰化县议员郭燕林 不仅相当肯定凡泰公司的公益慈善义卖 也派出了工作人员协助 今天是县城博物厨来协办凡泰公司 来基盘这个口罩义卖活动 在这个义卖所得 也整理好的时候 可以在10个31号 在县城博物厨来进行发送 在这个外面 这个庭上的企业家 要来回馈乡民 这是一个特地标用的事情 一方面可以帮助需要口罩的人 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低收入户 照顾历史 这是一个真有意义的外交 感谢我们凡泰这次办的活动 那他有捐钱给我们一些低收入户 也卖口罩 大家都想这是疫情其实很严重 其实不管是针对疫情 还是说平常我们就可以使用口罩 来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那真的很感谢凡泰的善心 那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 就是这样的企业 然后一起来回馈我们的地方 回馈我们的在地 凡泰公司表示 感谢政府跟地方人士 对他们的支持跟关心 今天的意卖活动 算是一种感恩的心 凡泰公司将来还会举办 类似的公益活动 也要持续发展 保障员工的工作权益 为彰化绣水乡地方的乡民 争取更多的福利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 王瑞彤 彰化报导 白了多少小时 很值得 很值得啊 好